大家來猜看看 我們今天轉場呢 來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攤子的美式旅圈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的麥克風突然間壞掉了 所以收音上沒有那麼的漂亮 那請大家多多見諒 那我們今天特別出外景 來到這麼漂亮的店面 然後這個是冰哥的店裡 這個是攤子的美式旅圈 那這裡呢 專門營業的巷幕就是大圈仔 很大很大的旅圈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兩台冰哥最漂亮的愛車 這是紅冰藍號 全台第一台的關體野馬加氣壓 這個是20吋的超級海拉風 這個是超級海拉風 那裡有大黃風 白色的那一台是大黃風 那我們來看一下店裡面呢 有很多 這裡應該很難找得到15吋 16吋 全部呢 都是大圈仔 都是18吋起跳 我們來看一下店的大圈仔 很漂亮 這個應該也不是一般泛泛之隊 這個是重機的平基 這個大圈仔 這麼大的旅圈呢 其實我們也很少看得到 那今天可以來讓大家開開眼界 像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冰哥自己 汗馬車上所裝的很大 這個應該30吋 30吋以上了吧 這麼大 不是我臉太小 是圈太大 來 那像這邊的話 也還有一些其他的規格 這個也很特殊的旅圈 這個是到了28吋的 哇 好大 這麼大一個 好漂亮 都是一個美式的風格 所以如果 應該算台灣吧 本來是要想中區嘛 但是現在 應該台灣專門做這種大圈仔 應該只有這裡 盤子的美式旅圈 昆毅美式旅圈 像是今年的8月 在烏日的展覽裡面 也看得到 昆毅的店家 很用心的展場 超級好多好多的名車 好多好多漂亮的車子 都是改裝了這樣美式風格的旅圈 那相信未來 這樣美式風格的旅圈 一定會在台灣盛行 那這裡一個牆面全部 我們一般到百貨也好 或者到其他的 店家也好 應該很多看到的都是16吋 17吋 抱歉 這裡應該沒有那麼小的規格 這裡幾乎都是18吋 19吋 20吋起跳的 都很漂亮 這邊應該是比較小的 可是比較小的呢 也沒有18吋以下的 所以如果要 喜歡這種美式大圈仔的風格 很歡迎大家到這裡 台中盤子的昆毅美式旅圈 來這裡看看 有很多的現貨 有很多特別喜歡跟別人不一樣 包含像這樣的風格 這個都是可以拆卸式的 這個如果想要變成是紅色的 想要做成是黑色的 都是可以拆換的 都有很多不同的風格 那今天呢 最主要是要帶大家來看看 今天有一台 2019年台灣最新款的Q5 它改裝好了避震器 那我們今天就轉場 到這裡 來介紹KT的避震器 那我們一起到現場看看喔 這樣收音還可以吧 那這台車 這個也是改裝的 超級大的鋁圈 要跟人做一下別的 這個應該是32吋的 這應該是32吋的 這應該是32吋的 這台車應該大家都有常常 在媒體或者是打電腦都看到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這台算是 2018-19年最新款的Q5 那以前安裝好KT的 這個是道路版的避震器 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Q5的這台最新的懸吊 跟前一代的有什麼不同 那懸吊的部分的話 今天所安裝的是KT的道路版 那後面的懸吊系統 它其實也算是一個 偏高檔的一個底盤結構 像這個都是 鋁核心鍛造的一個下枝壁 那後方的懸吊系統 我們所配置的 一樣是一個多靈感的懸吊 那它的彈簧配置的是12公斤 後面的話 10公斤12公斤都還OK 那後面的話 一般這個沒有指定的話 我們所配置的是12公斤 那它的主名 它的上部結構 這個是上座 上座的話 需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在彈簧的上方呢 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如果有常常看我們直播的 可以看到彈簧跟避震器 做分開時候呢 通常在彈簧的上方 或者是下方 都會有一個調整機構 那這個調整機構 最主要就是在調整車高 車的高低 那這台車呢 我們目前這個距離這樣的話 大概是大概 四指三指到四指左右 這一台並沒有降到特別低的一個車高 因為畢竟這台還是一個 它的本質還是修理車 所以今天還沒有上大旋轉 我們先改了KT的避震器 日後的話 相信車主一定會改了一個 叫美式的風格 那這一台的阻尼調整呢 是在上座的下方 從這裡呢 可以來做一個軟硬的調整 往順時針的話 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從這裡可以做阻尼的調整 車高的調整是在這裡 但是常常看直播的車友 可以了解到 如果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時候 然後我們在調整它的阻尼 它的阻尼從這裡調整 可是在調整彈簧的避窄呢 就是靠統身的長短來做彈簧的避窄 像這樣的結構 千萬彈簧不能避窄過多 一旦彈簧避窄過多 第一個一定不好做 第二個它的乘坐感覺呢 會不好 第三個會有異因 第四個也有可能 久了之後會影響統身的壽命 所以彈簧它的避窄呢 其實只有3到5mm 並不是3到5公分 只有3到5mm 所以一旦統身縮得太短 彈簧避窄過多之後 就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這是後面在安裝時候 要請技師特別特別留意的地方 所以這是後面 最新款Q5的後面的懸吊系統結構 前面的懸吊系統 它算是一個多連感雙A的懸吊系統 前面的話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13公斤 那它的跟前一代的設計上 最主要的差異性是在上座的部分 之前前一代的話它是有一個橡皮用框柱的方式來沿用原廠的上座 它的簡單來說它並沒有上座 只是一個橡皮來對峽的方式 那前一代的 那這一代的話它是有一個上座的設計 設計在上方那裡 所以它的懸吊系統 這一個新款的跟舊款的世代呢 最主要是在上面差異的不同 那這一個Q5的動力呢 這一個如果上一代的話 我記得有一個是SQ5吧 SQ5的動力就有到達300多匹 這個是動力最大的版本 這個是動力最大的版本 那一般的話 像這個前面的話 也都是配置一個多活賽卡鉗 因為動力比較大 所以讓它的自動力道呢 能夠做得比較好一點點 那前面的筒身調整 車高的調整方式呢 跟後面就不同了 它的前面調整方式是靠 這個藍色的腳管上方 這裡有一個銀色的齒輪狀托盤 我們把這個齒輪狀的頭版 我們把它懸鬆之後 它的車高 從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往上延伸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車高就會變高 那縮短的話 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車高的調整 是靠統身來調整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的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的乘坐的感覺 是差不多的 並不會因為調高了 彈簧壓縮過多 而覺得不好做 並不會 所以這樣的調高方式呢 第一個 它能調高 跟調低的曲線範圍會比較大 第二個 它的乘坐感覺 不會因為調高 就變得比較硬朗 所以它是靠統身可調的方式 來調整車高的 那至於KT的用料部分 我們幾乎在每次的影片當中 都會介紹 還是跟大家介紹一遍 它的裡面的阻尼油 KT的主用的阻尼油 是從意大利一神筒進口IP的主力 所以油品的穩定度相當的不錯 那缺點的話 應該算是它的 我們進口進來的成本 會稍微比較高一點點 因為大概一般台灣混裝油品的 大概2.5倍到3倍左右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很好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都還是使用 意大利IP的主力 那油封的部分的話 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像這樣的歐迪的歐系車 比較少有 像日本的10有支援到這些的車系 那日本的10的品牌的話 這個也算是日本很知名的避震器的改裝廠 日本的10的話 所使用的油封呢 也是日本的NOK油封 NOK的油封 它所製作的東西很多 包含在汽車上的 一些搖壁蓋的一些油封 密封件的話 NOK也都有製作 它的品質的話也都相當的不錯 所以KT的油封 一直都還是使用日本最棒的NOK油封 所以油封用的比較好 索磨油用的比較好 所以當然它的使用壽命的話 當然就會比較好 比較長一點點 所以用料的話 KT用料的也都還不錯 那像這一台車 這是新款的Q5喔 舊款的Q5就沒有上座了 新款Q5的話 這裡有一個軸層 那這個軸層的話 我們所使用的上座軸層的話 也都是使用日本的KOYO的 或者是台灣的TPI 那我們不會使用大陸的 因為大陸的軸層 其實大陸有一個軸層品牌 如果我在機械業內的話 有知道大陸有一個 算是最大的軸層品牌 是叫哈爾濱軸層 哈爾濱軸層的品質還不錯 可是我們還是比較信任日本的品牌 所以都還是以日本或者是台灣的TPI為主 今天的安裝已經完成了 所以我們來專程來這個 那麼漂亮的店面 來這裡跟大家做介紹 如果下次呢 有其他的店家 有需要做安裝的話 我們也很歡迎到各個店家 跟大家做汽車安裝的分享跟介紹 那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這裡了 謝謝 有人問問題 北部有配合的廠商嗎 北部有我們KT的話 北部有北部經銷商 中區的話 像這一間的店面是在殘子 可是我們工廠 KT的工廠 其實只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那工廠的話 會伴售給我們北區的經銷商 中區的經銷商 所以北區的話呢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或者是說 我們待會會請我們的小幫手小編呢 告訴大家我們北區的聯絡方式 那北區的業務 有時候經銷商 文大哥也會在線上的話 就會立刻跟大家做回覆 我們北區有經銷商 從基隆到新竹的話 都個別有店家 甚至是連花東 宜蘭 KT都有服務的據點 最南的話 到屏東 高雄 高雄的話有一間永逸輪台 也經常販售我們KT的產品 這些店家 都能夠很專業的為大家來做服務 還有問題嗎 因為我看不到螢幕 其他是最東的 最東的 最東的 好 好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直播囉 下次有機會再安裝其他車款的話 再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囉 拜拜